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5日 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乌俄3日第二次会谈后 4日 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里亚科表示 乌克兰计划这个周末 与俄罗斯官员举行第三轮和平谈判 以设法宗旨俄军入侵引发的战事 普京明确提出谈判要求 而其他卫星照显示 俄国空军似乎已经开始集结 恐怕将会对乌克兰发动更猛烈的攻击 中央社消息 当日波多里亚科说 第三轮谈判可能在明日或者后日举行 双方正保持联系 乌克兰正等待俄国当局答复 才能证实谈判时间 不过德国总理办公室说 总理索尔茨已经和普京通过电话 普京确定告知 第三轮谈判将会在周末举行 发生社报导 当日克里姆林公指出 报导据称对基辅和其他大城市 进行的凶杂是宣传造假 普京证实 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对话 以及与乌克兰境内每一位 想要和平的人对话 不过是要在所有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达成之下才会进行 这些要求包括 乌克兰确守中立同飞核地位 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以及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占领区的主权 克里姆林公指出 期望在规划的第三轮对话当中 基辅代表将会采取合理和建设性的立场 此前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 才跟普京进行了90分钟的谈话 马克龙在通话当中警告普京 已经在乌克兰犯下大错 将会让俄罗斯付出惨重代价 但普京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并打算持续攻击 马克龙认为普京的目标是夺取整个乌克兰 最糟糕的情况还未到 3日商用卫星公司ImageZ International 在推特放上在俄罗斯沙塔洛 欲空军基地的卫星空照图 显示该基地已经有多种和大量战机进驻 并在推文当中指出 不单止这个基地 包括白罗斯的明斯克 和俄罗斯西南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几个空军基地 都有大量攻击直升机、战斗机和运输机集结 近日多国驻华大使馆纷纷在中国 悬挂起乌克兰国旗 欧盟驻华使馆在夜间 还以黄南双间灯光照着使馆的建筑物 中国成为另类聚焦的地方 1日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并在外墙挂上 我们和乌克兰在一起 我们支持乌克兰的标语 但随后遭人图上侮辱性字眼 使馆在微博上贴出相关标语的图片 也遭到场内网民辱骂 澳洲政治学博士林重表示 俄罗斯出兵攻打乌克兰以来 在中国大陆媒体、网络社群 几乎是一面倒的声音 这个与中共在国内的宣传有关 它将俄罗斯描绘为正义的一方 乌克兰就被打为纳粹、亲美等等 在这个情况下 出现加国使馆遭到喷漆 网友出征万骂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但加拿大驻华使馆并不孤单 英国驻华大使馆从2月25日起 就将乌克兰和英国国旗并立 高原在使馆建筑之外 欧盟驻华使馆刻意用黄蓝色灯光 装点夜晚的建筑外墙 澳洲驻华使馆大门的门柱上 装上了黄蓝商间的灯柱 在夜间显得格外显眼 此外、冰岛、意大利、德国的驻华使馆 纷纷在使馆外懸挂乌克兰国旗 并在Twitter或微博上转发图文 支持乌克兰及自由民主 对此 林重表示 这样相当于是冲着中共而来 落中共的面 从2019年反送中事件以来 越来越常看到西方国家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 联手应对中共的现象 包括12名港人按开庭、两名加拿大公民审理 多国外交官都到场要求旁听 以及去年六四美国驻港领事馆 以及欧盟驻港办事处 在窗边点了蜡烛纪念等 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台湾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 一方面是声援乌克兰 另一方面表态和加拿大使馆站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借此穿破中共的新闻控制 让中国人民知道西方国家的主要立场是支持乌克兰 支持民主、反对威权 此外也警告中共 不要对台湾采取军事冒险行动 从3号晚 中国的朋友告诉林重 国内在大面积地删除账号和封锁群组 连言论保守的聊天群组也难以幸免 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 林重说 当中共急忙打算掩盖真相的时候 西方国家领事馆再挂上乌克兰的旗次 这样会搞得中共神经越来越紧张 时评人蓝述认为 世界正在告别多元化的世界格局 而重新走向两极对立的新的世界格局 以中俄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专制国家 所形成的专制阵营 将会和欧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 所形成的民主阵营逐步走向对立 保卫台湾这个亚洲最为优秀的民主典范 就成为整个民主国家 意不容辞的责任 现代战争小不免情报和信息战 大纪元节目《横河观点4号》分析 俄罗斯高层或者军方 一直向美国提供俄罗斯的机密情报 泰晤士报获释 乌克兰总统泽伦司机过去一个星期以来 至少三度逃过俄罗斯暗杀 时评人横河表示 去年12月 白宫曾经指控莫斯科策划假期行动 作为入侵乌克兰的掩盖 2月中旬 美国警告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 预测会在16日发生 结果俄罗斯15日宣布 将部分演习部队撤回军营 23日 美国向乌克兰发布警讯 预计俄罗斯将会在48小时内入侵 24日普京宣战并全面出兵 横河指出 从假期行动到准确预计俄罗斯入侵时间 显示有俄方高层 一直向美国提供其最高机密 而且有三件事可以证明 中国早知道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 第一件事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在三个月内 跟中共官员有至少六次的接触 包括中共外长王毅和中共驻美大使 并向中方提供美方的情报 试图让中共利用其影响力 来阻止俄罗斯的计划 但中共官员不单止一口否定 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 还将美国提供的情报转交给俄罗斯 第二是2月28日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发布信息指出 普京和习近平在25日进行电话会谈 是冲突爆发之后 普京首次和外国元首通话 第三 美国得到情报说 中国在2月初要求普京将俄罗斯入侵行动 延迟到北京冬季奥运会后 表明中共早在冬奥前就明确知道俄国的入侵计划 至于美国如何得到这些情报 橫河认为可能是俄国内部的反对派 或者中共的反习派 如果是中共内部 那就表明确实有人试图在20大之前做些什么 此外泰晤士报报道 俄罗斯派出两个不同组织 试图暗杀扎伦斯基 由于俄罗斯安全局内有反战者通风报信 两个组织的行动都受挫 据一名消息人士说 扎伦斯基的安全团队 似乎对这些行动撩如指掌 令人无骨悚然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 丹尼洛夫指出 我们收到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情报资讯 他们不想参与这场血腥战争 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32比2的压倒性票数 同意谴责俄罗斯在战争期间 涉嫌违反人权的行为 另外也将会成立调查委员会作出详细调查 与此同时欧盟议定取消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 当日在人权理事会的表决当中 包含乌克兰在内 共有32个国家同意谴责俄罗斯 两票反对票来自俄罗斯 和东非国家压纳特里亚 另外有13个国家弃权 其中包括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菲利潘科 在表决之前表示 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 俄罗斯犯下了严重的人权罪 以及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理事会各成员国有责任查证核实俄罗斯的罪行 并找出应该对此负责的人 而俄方否认针对平民攻击 另外欧盟正讨论推出新制裁措施 以有效打击俄国入侵行为 据彭博报道 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辉瑞说 欧盟正讨论在WTO默洛下的选项 包括根据WTO国安例外条款 取消俄罗斯最为国待遇的可能性 欧盟已经对俄国采取广泛制裁 包括禁止与俄国央行进行交易 将一些俄国银行 逐出Swift支付系统 取消最为国待遇将会使欧盟进一步孤立俄罗斯 欧盟是俄国最大贸易伙伴 2020年占俄国货贸总颜37% 而欧盟从俄国进口最多的产品是石油 价值达到670亿欧元 接着是43亿欧元的农产品 41亿欧元的化学品 以及40亿欧元的铁和钢 另外加拿大宣布撤销俄罗斯和白罗斯最为国待遇 而乌克兰这个礼拜也宣布 对莫斯科进行完全经济禁运 表示WTO协议不再适用于俄罗斯 自俄乌战争以来 俄罗斯官媒报道内容 与有新闻自由的国家相比 远于两个平衡世界 俄罗斯官媒一方面宣传 俄国只是进行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而非侵略战争 另一方面关闭两间境内独立传媒 并限制外媒报道 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限制Twitter、Facebook 和Instagram平台 4日俄罗斯国家通讯及大众传媒监管机构宣布 已经加强管制BBC、德国之星 自由欧洲电台等多家外国传媒运作 俄国传媒监察机构说 原因是相关平台出现太多 有关乌俄战事的假讯息 BBC报道 针对3月1日俄军火箭光炸基辅电视塔 俄罗斯第一电视台说 是乌克兰政府自导自演 而另一家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声称 乌克兰境内被乌军攻击毁坏的俄国坦克车是假想 俄罗斯官方迟迟不肯发布俄军 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士兵情况 直到2日 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承认 有498名俄国军人丧生 超过1597人受伤 但4日 乌克兰总统扎伦斯基发表电视演说话 已经有9200名俄罗斯士兵丧生 此外 俄罗斯国家资讯监管机关 命令TikTok短影音平台 移除和军事、政治相关的内容 因为这些影片 大部分具反俄倾向 Google也被该机关要求 删除在俄方口中 为错误新闻的俄军相忘信息 在俄罗斯严密的资讯控管之下 仍然有独立传媒挑战禁忌 向俄国人民传达这场战争的真相 去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俄罗斯新报纸 总编辑穆拉托夫 他在俄罗斯开战当日宣布重息日起 将会同时以乌克兰语和俄语相遇报道 因为他们不认为乌克兰是敌人 他呼吁 只有一场来自俄罗斯人民的反战运动 才能够拯救地球上的生命 他告诉纽约时报 他的报纸《额金》 已经被俄罗斯政府罚款130万劳报 另外两家俄国独立传媒 已经在这个礼拜被逼关闭 3日广播电台莫斯科回声 已经被母公司解散和清算 因为记者在节目当中谈到 俄军侵略战火之下的恐怖情境 超过普京的忍耐限度 莫斯科回声的总编辑维尼迪克托夫表示 由于二战的历史伤痕 俄罗斯民间有广泛的反战情绪 因此政府比以往更加企图要控制舆论的用语 命令传媒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称为特别军事行动 1日俄国独立电视台电视语 被政府关闭频道 部分记者陆续逃离俄国 创办人申提耶娃表示 暂时停播是因为他和同仁 需要时间逃离 避免被政府拘捕 并思考如何透过其他平台 持续报道俄国民众需要的真相 他说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这种遭遇 我们已经度过多次困境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留言、小费